于2024年2月10日 马尼拉市闭沦落花园口广场 锣鼓喧天 人山人海 由菲律宾华新艺术团主办 霍马尼拉市政府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吕飞各校友会 联谊会 马尼拉华人区发展委员会 以及各华社团体 支持的福龙迎春 华星闪耀 庆祝贾城新春联欢晚会 在此隆重举行 于晚上六时 新年工会明月团 悠扬的月身 欢迎晚会来宾 并由舞龙舞师表演 拉开晚会的序幕 吉祥的龙师 在广场上翻腾跳跃 将新春的喜悦气氛 推向高潮 主办方菲律宾华新艺术团的张怀裔团长 率先向与会者拜年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赞助方 陈旧本次盛会 也鸣谢政商贤达 清零现场指导及祝贺 张怀裔团长在致辞中表示 华新艺术团在中国乔办的直接观星指导下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努力以各种新的艺术方式 以意宏道 以道自认 不断度量国桥办授予的这块牌匾 必须努力提高 该团的表演水平 营造该团的新亮点 继续结合中国新形势 传递中国好声音 演绎中国好故事 积极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 让华社侨胞乃至菲律宾人民 进一步了解中国 感受中国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加深与加广 非中两国人文交流互建 为不断发展和促进 非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贡献力量 马尼拉市副市长 尤瑟·伯涅特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王月参赞兼总理事 吕菲各校友 联合会主席林国骁 菲华商言总会理事长 施东方博士 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 蔡永宁 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 侯师恋等嘉宾先后致辞 将新春的祝福送给所有人 文艺会演 是晚会的重头戏 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 视觉和听觉的艺术盛宴 在福龙迎春的时刻 华星闪耀的璀璨光芒 预示着一年的好运与幸福 整场晚会 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充分展现了 吕菲华侨华人 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和积极推广中华文化的热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уть跌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